一口气待你看完林兰与奉仙出动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名声最响的天狗之战 在热血高效的历史上最富盛名的大规模团战并不是龙骨原制与川西生所率领的那两场 而是四年后由林兰五虎之一狂犬秀吉所组织的天狗森林之战 在这场大战中林兰的一年级们不但在月岛花的带领下全部参战 三大弹部率领的林兰二年级也同时参战 而作为主力的则是以狂犬秀吉与折顿等五虎所率领的三年级 除此之外林兰那位拥有林田会左右实力的大魔王九里虎也参加了这场大战 可以说这场大战集结了林兰当时几乎所有的战略 而奉仙那边也是出动了以金王与月本三兄弟所组成的最强战力 然而这场大战也是奉仙输得最惨的一次 也是这一场彻底将奉仙的信心打没 从此之后奉仙再也没敢跟林兰上演过大规模团战 而这场大战的导火索便是因为纪林田会后新一代战神九里 在九里虎刚入林兰的时候 曾经凭借一己之力暴打了当时奉仙二当家在内的奉仙十余名不良 而那时候身为奉仙领袖的金王却没有提他们出头 这也使奉仙另一个派系月本家族感到了不满 虽然当时金王乃是奉仙的领导人 但是奉仙却并不是他的一言堂 由月本三兄弟所率领的月本家族 现在已然有了取代他成为奉仙掌门人的趋势 原本在金王刚刚掌控奉仙的时候便凭借带领奉仙大战飞坟 获得了奉仙几乎所有人的认可 可在之后金王却开始变得懦弱 尤其是在面对林兰的时候 在九里虎凭借一己之力打倒奉仙十余人的时候 身为奉仙领袖的金王没有出声 这也让奉仙的那群热血男儿无法接受 而月本家族也用这件事为契机打算趁机让金王下温 其实金王何尝不想与林兰开战 要知道这可是他出入奉仙时的梦想 当时他正是因为美藤龙也不肯与林兰开战 才终结了美藤三兄弟的时代 但是当他成为掌门人后才真正认识到林兰的恐怖 也终于了解到当初美藤龙也的苦中 虽然武装奉仙黑粉与林兰并称为四大势力 但是只有他们这些上位者才明白什么所谓的四大势力 其实只有林兰一家独大 其他三所势力根本就无法与林兰相提并论 不过接下来的一件事将正式成为 林兰与奉仙再次爆发大战的导火索 这件事便是林兰五虎中的阿正在回家的路上 因为琐事与几名奉仙不良发生了冲突 而奉仙的那几名不良眼看不敌 竟然掏出武器重伤了阿正 要知道这位阿正可是五虎排名第二位的 加东秀吉最为重要的一位兄弟 而这位加东秀吉同样也是目前 整座林兰最为疯狂的那个人 很快阿正遭到奉仙偷袭重伤入院的消息 便传到了林兰 所有得到这一消息的林兰不良们都是异常的愤怒 然而最为愤怒的必然是那位狂犬秀吉 在当天晚上秀吉便凭借一己之力 将重伤阿正的一众奉仙不良送进了医院 虽然秀吉知道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两宵之间的大战 但是为了兄弟他已然顾忌不了这些 而当同为林兰五虎中的君司与米奇 得知这一消息后并没有责怪秀吉 只是告诫他最近一定要加倍小心 因为奉仙一旦因为这件事与林兰开战的话 那么秀吉必然会是奉仙第一个下手的目标 但是当林兰的那些新生们得到这一消息后都变得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渴望大战的爆发 这样自己就可以在这场大战中扬名例外 而在这件事的第二天平时热闹的奉仙高效如今却空无意 显然在今天奉仙是打算向林兰发起袭击 而奉仙采取的手段还是与当初明海大我以及美同龙也一样的手段 那便是先对林兰落单的不良进行多人偷袭 以达到消耗林兰战斗力的目的 随后再与已经实力大损的林兰进行火拼 而这个计划便是金王与粤本兄弟等人一起商量出的结果 虽然金王不想与林兰发生冲突 但是如果这一次他还选择忍让的话 那么他在奉仙的威望必定荡然无存 在当天奉仙的不良们便在金王的指挥下分批前往不同的地点 对目标人物发起偷袭 而林兰的折顿九里虎等人赫然都是他们此行的目标 在当天林兰五虎中的军司与米奇以及折顿便遭到了奉仙大批人马的偷袭 虽然他们实力强大 但是奈何奉仙这边的人数实在太多 尤其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都习惯独来独往 而这其中针对林兰霸主五虎之手折顿的袭击 金王不但亲自出马更是请来了两位实力不凡的外援 一时间整个林兰可谓人人挂彩 在这场偷袭中林兰不但损失了林兰五虎中的三位 还有着不计其数的不良 再加上之前被奉仙偷袭打倒的阿正 此时的林兰三年级干部中也仅剩下加东秀级一人 而带领林兰反击的任务也落在了她的身上 从这一天开始林兰针对奉仙的全面战争 便在狂犬秀级的带领下正式打响 一时间在奉仙附近的车站里 街道上纷纷上演着一场场的激战 很快林兰与奉仙的大战已经进行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他们两方势力进行了无数场大战 在一场场大战中双方也是损失惨重 光是重伤入院的便有近二十人 至于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 而他们两方势力的连环大战 很快也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 一时间在这座城市 众多场合内都出现了大批的警察 就连武装战线的总部同样也被他们重点关注 而与此同时 奉仙高校内的金王在接到一通电话后 也对众人说道 这场战争是时候结束了 因为刚刚与金王通电话的便是加东秀吉 而秀吉这通电话的目的 则是与金王约在明天早上天狗之森进行最终的决战 然而加东秀吉这一决定林兰的 其他几位画室人却并不清楚 虽然在知道这一消息后大家都是十分赞同 但由谁去打倒奉仙金王确实中没有确认 本来打倒金王的最佳人选应该是林兰五虎之首的哲顿 要知道哲顿可是与金王一起被誉为这座城市第二代四天王 再加上哲顿也是芳乌春道所认定的接班人 可造成两大势力之间战斗的却是加东秀吉 看着无数人因为自己而惨遭奉仙偷袭他十分自责 而在加东秀吉的心中确实中有着属于自己的坚持 他绝对不容许自己惹出的麻烦还要其他人帮忙擡 所以为了得到与金王战斗的机会向来高傲的加东秀吉 甚至不惜弯腰请求 众人也对秀吉这一行为感到了惊讶 但是从秀吉这一行为中他们也深知了对方的决心 于是在第二天林兰几乎所有的不良 在加东秀吉的带领下便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天狗之森 与此同时奉献这边在金王以及岳本兄弟的带领下也是倾巢而出 在两方势力全部赶到战场后 作为双方的带头人加东秀吉与金王便来到了战场的最中心 看着面前这位造成林兰数十人受伤的罪魁祸首秀吉直接开口问道 是所有人一起上还是一对一 而金王貌似早已计划好这场战斗将如何进行 伴随着金王的叫喊一道身灵闪亮地从树丛中闪出 而来人竟然便是黑坟联合的第二代总长 同时也是与折顿金王等人并列为第二代四天王之一的中导 而中导便是金王请来充当裁判的中间人 接下来作为裁判的中导也说出这场决战将如何进行 这场战斗将采取5v5的战斗模式 由两大势力各自挑选出一名一年级两名两年级 以及两名三年级不良进行单挑 这已规定一出顿时全场沸腾 因为这代表着他们很多人都有机会出手 要知道如果能在万众瞩目之下战胜对手取得胜利那必然名声大噪 首先决定出战斗名单的便是早有准备的奉仙 而他们出场的5人乃是奉仙三年级的金王与月本光信 二年级的月本光义与真导 至于一年级最终的人选竟然不是那位新人王月本光正 而是一名叫做松伟的大块头 金王这一决定一出一旁的月本光正立刻出言真论道 林兰一年级派出的人选必然会是月导花 现在的奉仙也只有自己可以与他一战 但是为什么代表奉仙一年级出战的不是自己 可不等金王说出原因一旁的光义与光信已然开口教训 只见光信说道金王是奉仙的老大 他的话就是奉仙的圣旨 而光信的话更为直接只见他说道 之前无论是偷袭林兰还是后面与林兰进行连续三天的大战 也都没有参加 在大家为了奉仙流血的时候 你不再可当有好处的时候你却跳出来 想不到月本四兄弟中的这两位大哥 即使是对待自己这位亲弟弟也是异常公正 虽然奉仙这边很快便决定出参战名单 但是林兰那边却出现了问题 因为林兰五虎中其他四虎都是重伤未遇 虽然他们都十分想要出战 但现在他们的状态能站立不倒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所以林兰也只能先决定出二年级与一年级参战的人选 代表林兰二年级出战的乃是三大干部中的飞泽与屠夫 至于一年级人选必然便是光头少年月倒花 在确认好参战人选后 这场天狗森林之战已将正式拉开帷幕 而这是一名满脸伤疤的少年 却恭敬地来到了充当裁判的中岛身边 这位少年便是和天二高的一年级不良试良之术 而他也是后来与月倒花天地寿等人 一起对抗万世帝国的七人之一 他此行的目的便是为早已退出江湖的中岛 介绍参战的那些人选 在他的介绍中我们也得知 即将与月倒花对战的那名大块头 虽然在入学的时候曾败于月本光正之手 但是他的实力还是十分强大的 而他的对手便是林兰这一届新生争霸赛的冠军月倒花 他在争霸赛上更是扬言要做林兰的初代藩长 在听到这里后 中岛也不由地开始认真打烊起面前这位光头少年 而此时的战场之上伴随着月倒花一句 打完不许记仇这场大战也正是拉开为门 可伴随着这场大战刚刚开始 一众人便以惊讶地看向了战场 因为只是一瞬间月倒花便将那名大块头秒杀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月倒花很强 但是他们真没想到竟然会如此强大 就连刚刚还夸夸气谈的月本光正 此时也是目瞪口呆 月倒花所上演的第一战 也无疑是给林兰众人打了一针强心剂 相信此战之后月倒花这个名字 必然再次响彻这座城市 伴随着林兰不良的耐喊 第二场比赛林兰黑泽对战奉献真打的比赛也拉开帷幕 虽然黑泽在此之前因为奉献的偷袭受过一些伤 但是黑泽再怎么说 也是林兰第28届新生争霸赛中最有希望夺冠的存在 即使有伤在身也不影响他一直稳战上风 但是他的对手真打也不是等闲之 被在黑泽疯狂的攻击之中也可以举拳反击 从二人的对话之中 我们也得知他们二人在初中时期便相互认识 伴随着黑泽夺命一脚飞出真打也彻底倒地 就在众人认为一切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 令人没想到的一幕却出现了 只见奉献那位二年级干部真打竟然从怀中掏出一把尖刀 虽然其他人都对这一幕很是惊讶 但是黑泽却没有丝毫意外 因为他早就猜到了这一幕 在初中时期 他与真打便是比邻的两所中学里的风云人物 而黑泽脸上的那条刀疤便也是拜真打所赐 所以他十分了解面前这位男人 只见在真打挥刀的那一瞬间 黑泽便一把握住真打的手臂抢过了那把壁纸刀 随后黑泽也静止来到中打的面前说道 所有顺从你的人并不是惧怕你 而是惧怕你的那把刀 在这不依靠拳头说话的热血漫画中 使用武器是那么的让人不屑 在说完这些后 黑泽那绝杀的一拳已然轰下 伴随着这一拳的落下第二场战斗也以灵兰再次获胜而结束 灵兰在连续获得两场胜利后 所有人已然兴奋到了极点 然而连输两场的奉仙士气却是十分低落 所以这第三场他们一定要取得胜利 而灵兰这边的一众干部也开始为即将出战的屠夫加油打气 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下 灵兰对战奉仙的第三场由屠夫对战越本家族的老二越本光逸正式开始 屠夫与光逸作为力量型选手所上演的战斗并没有其他人那么精彩 但是却朝朝致命 只见他们二人如同远古巨兽般为在场的众人上演了一番拳拳到肉的精彩战斗 他们二人所比拼的只有谁的耐力更强谁的拳头更弱 在他们不知道已经挨了对方多少拳后双方都已到达了极限 可就在此时屠夫竟然抓住光逸挥拳的空隙 使出自己的成名绝技必杀火炎车 伴随着屠夫这一强大的被摔 他们二人也同时倒闭 片刻之后屠夫硬气起身而光逸却已倒地失去意识 看着倒地的月本光逸凤仙的一众不良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而灵蓝对战凤仙的第三场比赛再次以灵蓝获胜而告终 而这一幕也让凤仙主战派头领月本光逸绝望的跪在地上 现在的他才明白为什么当初金王极力不想与灵蓝开战 看着光逸已然失去斗志一旁的金王直接开口说道 站起来就让我们为凤仙的后辈们演示一下什么才叫做凤仙的打法 在听完金王这一席话后光性也在此回复以往的神情 是的现在的他绝对不能倒下他要为凤仙那些后辈亲身教训 让他们知道什么才叫做凤仙的奥骨 与此同时灵蓝这边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五谷中的其他四谷已经身负重伤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虽然折顿军司等人还是想要上场一战 可通过月导花的检验此时的他们根本就无法进行激烈战斗 此消息一出灵蓝的一年级与二年级顿时就陷入了疯狂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想替灵蓝出战 哪怕对手是奉仙三年级的光性他们也不在乎 可就当灵蓝一众不良还在争论第四场将由谁出战的时候 一道身影却缓缓出现在他们一众人的视野之中 而蓝人正是大魔王花木九里虎 一时间刚刚还争论不休的灵蓝众人瞬间便安静了下来 因为第四战的人选谁都没有九里虎合适 可九里虎在登场后竟然直接来到了黑泽与原田的面前 随后抱着二人的头便狠狠撞在了一起 至于九里虎这么做的原因 则是因为飞泽二人为了把九里虎叫过来 给他打了整整几十次电话耽误了他的大事 而一旁的屠夫却听出九里虎这话的另一层意思 于是他急忙问道 你莫非刚刚还没有起床 而九里虎接下来的一息话却让他彻底崩溃 只见九里虎说道 我刚才在跟隔壁美容院的惠离子在一起 此话一出屠夫顿时便呆愣当场 要知道这位惠离子可是屠夫心中的女神 没想到自己那位女神居然投入他人的怀抱 而把惠离子当成女神的可不光屠夫一人 还有着母胎单身的哲顿 再想到自己那位纯洁的女神 竟然进入这匹大灰狼的口中 哲顿便忍不住的仰天长相 但是以至此说再多也是无用 哲顿为了出心中这口恶气便让九里虎替自己出战 而本想拒绝的九里虎在看到怒气冲冲的哲顿二人后 也只能无奈答应 然而当奉仙这边的月本光信在看到九里虎后 便立刻向裁判发出了抗议 他抗议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这场属于三年级的战斗怎么能让二年级的九里虎插手 但中导却一眼便看出光信心中真实的想法 只见中导说道 光信如果你说出我害怕九里虎请让我跟全身是伤的折顿交手的话 那么身为见证人的我便去向凌兰抗议 其实这何尝不是月本光信心中的真实想法 但骄傲的他怎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这一行话 于是月本光信只得怒气冲冲地返回到凤仙阵 想不到这位促成凌兰与凤仙开战的月本光信面对九里虎时竟然会如此惧怕 不知道当初到底是谁给他的勇气让他逼迫金王向凌兰发起战争 在双方的加油呐喊中凌兰对战凤仙的第四战 由凌兰大魔王九里虎对战月本四兄弟中的老大月本光信正式开始 只见战斗的一开始月本光信便汉不畏死地冲了上去 可就在光信即将冲到九里虎身前时 九里虎一记鞭腿也顺势踢出 而冲上来的月本光信也被这一腿静止踢飞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一时间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九里虎所表现出的实力震惊的哑口无言 要知道这还是九里虎普通状态下的普通一腿 在场的众人中也只有那些见识过九里虎魔王状态下的才知道其真正的恐怖 伴随这一腿的踢出凌兰对战凤仙的第四战依然是凌兰取胜 而此时的战场之上也终于迎接来这场大战的终极之战 那便是凌兰狂犬家东秀吉对战奉仙掌门园金王 而这时天空也开始吓起丝丝细雨 阿正也替 即将出场的秀吉撑起了雨伞 秀吉也对这位从小便形影不离的好兄弟说出压在自己心中许久的一戏话 在前不久屠夫因为秀吉在哲顿被九里虎打败后没有为哲顿复仇而嘲笑他懦弱 但是当时的屠夫却只说对了一半 在秀吉的一生中他经常会输 可能在十场战斗中他就会输掉八场 但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秀吉从来指向比自己强的人挑战 当他在凌兰第二十七届新生争霸赛中败给哲顿后 他便一直认为哲顿就是春到毕业后凌兰中的最强者 但是九里虎的出现却打破了他这一观念 可面对九里虎他却没有那股想要与强者战斗时的激情 因为秀吉知道自己绝不是九里虎的对手 可今天却不一样 因为这场战斗乃是为了自己最好的兄弟打发 也是为了那些因为自己受伤的凌兰不良们打发 更是与那位在一年级便打倒美藤随后 用绝对的力量统一整个奉仙的金王的对决 此时他的热血早已沸腾 他也将全力以赴地迎接这场以后 可能再也无法遇到的世纪大战 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 这场终极之战正式上演 只见在战斗开始的那一刻 他们二人便同时举拳打向了对方 虽然他们的动作相同 但是身材上的差距还是很大 在几拳过后二人都已然浑身是伤 显然刚刚的交手乃是七股相当 但是秀吉面对远高于自己的金王 也改变战略开始用腿来攻击 而秀吉也不愧是曾经中部地区的最强者 在他的连环攻击下 就算是金王也不由地开始节节败脱 伴随着秀吉全力的一拳 金王也将向后倒去 可金王还是依靠强大的意志扛住了这一击 随后金王也开始了还击 只见金王那带着破风般的拳头一拳 又一拳地轰在了秀吉那单薄的身体之上 而秀吉在硬扛完金王的攻击后 也打算开始反击 可此时他的力气也不像之前那么充足 因此被金王抓住机会狂狠抱住 随后在双方共同用力下七七摔倒 但摔倒后的二人并没有停止攻击 反而更加猛烈 观战的一众人也被战场上秀吉那汉不为死的打法 震惊的沉默不语 此时他们才明白加东秀吉那狂犬外号的由来 他们二人那汉不为死的打法震惊了在场的近千名不良 即使他们的牙齿被对方打掉 鼻梁鼓被人打断也从未发出一丝身影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们之中的一人终于倒地 而倒地的那人赫然便是凌兰狂犬加东秀吉 这位向来只与强者战斗的狂犬 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意志 硬生生地位在场中人上演了一场男人之间的战斗 虽然金王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是此时他也身负重伤浑身是血 看着倒地已经失去意识的狂犬金王也瘫坐在了地上 此时的他已然没有一丝力气 如果狂犬再不倒下那么倒地的便会是他 可就在此时金王却被面前的一幕震惊的睁大双眼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原本已然倒地失去意识的狂犬 秀吉竟然在此站了起来 看着秀吉再次起身向来无所畏惧的金王竟然感受到了恐惧 伴随着秀吉一步步地逼近这位奉献历史最年轻的老大已然彻底癫狂 只见金王挥着拳头再一次将秀吉打飞出去 而这一拳也再一次将那位狂犬打倒在地上 但此时的金王却已被秀吉的所作所为刺激到癫狂 看着已然倒地失去意识的秀吉金王竟然还想要继续攻击 看到金王这一举动一旁充当裁判的中导也急忙出声阻止 与金王争斗多年的他也是头一次看到金王竟然因为恐惧变得癫狂 然而此时一人雀横空杀出一脚便将金王踹倒在地 而此人便是秀吉最好的兄弟林兰五虎之一的阿正 阿正的这一脚也成功将金王从癫狂状态踹回清醒 清醒过来的金王看着已然彻底失去意识的秀吉也向后倒去 虽然这场战斗是以金王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从某一方面来说胜利的乃是加东秀吉 金王虽然在肉体上战胜了秀吉但是精神上却败给了他 伴随着这场战斗的结束按照之前的约定获得胜利的乃是林兰 可此时的奉仙却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于是愤怒下的他们静止冲了过去打算向林兰发起群战 而林兰那边却同样也早已压制不住他们好战的内心 于是林兰这边也在屠夫的带领下冲向了战场 就这样两大势力的超级大战彻底爆发 当双方人马冲杀到一起后 这群血气方刚的少年便开始使用拳头抒发自己那无处安放的热血 伴随着这场大战的开始 这群不良少年也在人群之中找到自己心仪的对手 同时也是在这个双方交战的混乱场面里 两所势力下一代的继承人也正式见面 那便是林兰的月岛花以及奉献的月本光正 此时的他们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将携手对付共同的敌人从而缔造出一段段传说 但此时二人的想法却与在场的所有不良一样 那便是尽情释放着自己那早已压制不住的青春 这场混战持续了数个小时 而这群热血少年们也在雨中发泄了数个小时 而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有人被打到骨折 也有人被打得失去意识 但是在这数百人中却没有一人因为淋雨而感冒 当雨停了以后 这里也在此恢复到了正常 而这群人也开始纷纷离开 他们有的人去了医院 有的人选择回家 也有的人选择返校 当然还有这些未能尽兴的人选择到大街上继续惹是生非 而与惊心动魄的上午不同 这座城市的下午却极为安静 因为早起酣战了一上午的那群不良 此时早已精疲力尽 此时的他们纷纷倒头开始呼呼大睡 现在的他们就如同儿童时期 与自己好友在外疯狂玩耍 一天后回家倒头便睡一般 可能对于那些热血少年们来说 这场战斗就好比小时候的春雨 至此这场两大势力持续数天的大战也彻底结束 这场战斗没有谁胜谁负 但是在这场大战结束以后 奉仙再也没有敢与凌兰进行过大规模火拼 而这场大战也必然会载入凌兰的史册 虽然说这场战斗没有川西生那一场的凶残 也没有龙骨炎制那次的惊喜 但是这场战斗绝对是两校历史上 双方投入人数最为浩大的一场战斗 这场大战不光让我们见识到了那群不良们的热血与信念 也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才叫青春 什么才叫男人之间的友情 最后创作不易真心请大家三连支持一下